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唯一连接两个世界的地方就是连接公司 好了 世界背景气烧到这里 我们男主亚当小时候无父无母 只能在下层世界和姑妈相依为命 姑妈擅长制作粉红飞饼 连绕就是来自圣山的粉红花粉 那天去圣山采集花粉的亚当 遇到了来自上层的世界女主乙达 两人经常见面慢慢产生了感情 即使是引力也难不倒两人 亚当用橙子把乙达从上层空间拽下来 两人紧紧相拥 但是好景不长 他们被边境警察发现了 子弹激动了绳子 乙达也摔了下去 不幸失忆了 亚当的违法行为连累了姑妈 姑妈被警察带走了 十年过后 亚当致力于研究 以粉红花粉为原料的抗重面霜 此时他惊奇地发现乙达仍然活着 而且就在连接中心上班 激动的他带着抗重面霜来连接中心面试 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同时他也结交了一位来自上层的好友鲍博 由于亚当的发明十分受欢迎 上司破例 让来自下层的亚当担任钥匙 甚至给了他许多逆物质装备 所谓逆物质装备 就是可以让佩戴了装备的下层人 顺利到达上层世界 不久连接公司公布了裁员名单 老职员鲍博被裁了 临走前 鲍博给亚当留下了自己的工作卡和上层地图 四年乙达的亚当拿着工作卡 带上了逆物质装备 顺利到达上层去见乙达 而此时的乙达已经失忆了 他忘记了自己的下层爱人 而此时逆物质也到了时限开始发烫 被烫得疼痛的亚当只好离开乙达 不久再次准备好了的亚当 又穿着装备去见了乙达 两人相约在餐厅聊了许久 他们再次变得熟悉起来 两人的感情在慢慢升温 然而这鸡肋的装备又开始发烫了 还迎来了边境警察 情绪之下 亚当只好脱下装备回到了下层世界 无奈的亚当只好找到了鲍博 试图寻找好友的帮助 热心的宝宝为他制作了不为发送的装备 还将粉红花粉与上层的水混合了 这样子就可以不说两个世界隐秘的束缚了 十分兴奋的亚当找到了乙达 而乙达此时也恢复了记忆 他们来到了圣山相拥在一起 而此时边境警察再次感到 不得不说警察来的真的很及时 该不愧是FFF团的吧 但最后还是没有拆赛两位有情人 乙达告诉亚当自己怀孕了 也正因为如此 他也不再受两种隐秘的束缚 两人终于修成了正果 有了这一对量层世界的人 也逐渐消除了隔阂与贫贱 开始共享资源和平生活 故事到这里就圆满的结束了 虽然情节逻辑稍微有点着急 但是电影画面非常美 彻底也十分特别 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要看哦